像我們這個手機 我們曉得那個LINE軟體 現在是蠻流行的 可是在用的過程 你莫名其妙就進警局被告了 原來是因為這個之前 有一個新北市的一個小女孩 少女才13歲 她不懂 她只覺得說 動不動就被邀請加入一些社群軟體 因為我們知道有些拍賣 對 常常 代購 她覺得很煩 跟她朋友抱怨 為什麼動不動就被加入 她朋友就跟她講說 妳不知道喔 最近日本有發明一種 翻群機器人 你只要把日本 流行的這個翻群機器人 加入自己的朋友 比方說我舉例 我現在跟你是同一個社群的 可是我很不喜歡這個社群 我想破壞這個社群 我就把翻群機器人加進來 一加進來只要一秒 詭異的事發生 這群組就解散了 解散 為什麼 所有的成員就會通通不見 那很多商家 他其實經營很久 才有那個成員 對 那好啦 他就想說 這麼神奇 這麼詭異 我試試看好了 就過來一弄就 結局就跟我剛才說的一樣 了解 然後那個 賣家那個群組 對 群長 我們講的版主 對 很生氣 妹妹 你跟我說 來龍去賣 我不會告你 他就跟她講 對 是我做的 而且有用了一個 加入翻群機器人 你的群組就瓦解了 搞 這一定要搞 就前面是一個套話 後來就搞 但是問題是說 有的時候是 KIMOJI過不去 我就想告他 我有力量可以告 那這個東西 就是會可能觸犯 妨害電腦使用罪 什麼意思咧 我們有一種東西叫 電磁記錄 遊戲裡面的虛榜 然後這個帳號裡面的 對話記錄 像這種網購群裡面的 圖片資料 那些東西都叫做 所謂的電磁記錄 只有上傳的那個人 只有這個帳號 所有人可以去變動 那個記錄 所以說你一旦 把大家給踢掉 這個群就解散了 那是不是原本 上傳圖片的那個人 他就沒有辦法再取得 他裡面的電磁記錄 就沒有辦法取得 一些資料 那這時候就變成 你沒有理由的 無故去破壞 去侵犯 或刪除他人電磁記錄 這個是可能會成罪的 真的喔 所以如果今天我看我老公 有很多秘密簡訊不爽 然後我把它刪掉 我這樣也可能被告 其實如果那個老公 他有索密碼 你光是把密碼解開 都有可能會觸犯這個罪 之前就是幫人家開過一個案子 先生告太太離婚 他那個先生他跑去大陸工作 他是外派的總統 然後那個時候 他本來是希望說 太太跟小孩跟他一起過去 可是太太就會覺得說 我去那邊環境好 我的小朋友會不會去那邊 那種環境不好的樣子 為了教育環境 所以就分開留下來 所以太太沒有去 他跟小孩子留在台灣 然後後來那個 他去了以後 他其實也大概兩三個月 才回家一次 過了四五年 那個太太突然就收到 先生要告他離婚 先生要跟他離婚 然後居然沒有先跟他說 直接告他 收到法院通知就對了 對 他就直接收到法院通知 要判決離婚的意思 對 他要希望判決離婚 所以是先生在大陸亂搞吧 這個我們不知道 那他告他的理由是什麼 對喔 他的理由就是直接說 因為你 第一個我們長期分隔兩地 然後兩岸文化不同 我們之間已經沒有 那種感情存在 那第二個他就說 因為你家務事沒有做好 你在家裡那種亂七八糟 他怎麼證明他家務事 他把照片拿出來 家裡大包小包堆了一堆 法官一審法官判離婚 就是說你們之間的狀況 讓我覺得說你們 有點像破境難緣的這種 已經有裂痕了 已經沒有交集了 他們叫破綻 就是說你這個破裂已經達到 沒有辦法修復了 他就可以用那一項去判禮 結果那法官一審 還真的用那個理由 就去判禮 可是對老婆來說還滿傻眼的 因為我是為了要陪小孩 讀書我留下來 對啊 而且拜託 你都常常不在家 家裡我一個人要顧小孩 要打掃 對啊 我還沒告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 對啊 因為最高法院說 什麼叫夫妻生活 如果已經失去這個 實質婚姻生活目的 有可能可以判禮的 所以長期跟老公分開的人 要小心囉 那我們現在可以先走了嗎 太適合人 而且是下手為強 常常到那個大陸 去直刀的那種 就要等下 對 別擔心 他有常常回來 而且我家裡打掃得很乾淨 我剛剛是被告 覺得有一點莫名其妙 說我怎麼會這樣就被告了 但是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是超奇怪的證人 或是證物 然後而成立的 因為我們曉得 我跑這些社會新聞 司法新聞 發現如果你證人是自己 這證據率是很薄弱的 結果真的就台北市有一個媽媽 她完全能夠理解 她就叫兒子來作證 好 他們是一層兩戶 那結果這個媽媽就覺得 隔壁住了一位少婦 她每次出門都噴得咚咚咚 所以她就很不爽 然後去講了可能發生 診執無效 她就直攻警察局 她就跟警察講 說我要告她 告她就精神賠償 對 就她已經妨害了我的健康 警察問她說這個很抽象 妨害你什麼健康 她說這個 太太很難 這個妳沒有辦法舉證 有 好 我有證人 傳證人 傳我兒子 她兒子高中生 來 那看起來也是很漂白 像兩位律師一樣 爆高壯壯 你把我們凡哥到底放在哪裡 真的沒有關係 沒有在在乎這種事 我們兩位已經是大書籍了 我們不強求 OK 歐巴在對面 對 對 少年啊來了 警察說那妳要做什麼證 他說有 真的 旁邊這位少婦的香水味 真的太香 每次都讓我聞了 因此無法專心念書 影響我的精神 如果是一個高中生 這麼這樣子去做這個證詞 的確感覺有一點 影響青少年發展 我應該 它影響了我的念書 讓我精神不能集中 那個香味還會從門縫入 檢察官真的帶警察去勘察喔 一去 要聞到底有多香 我覺得這兩位應該 可能會比較理解 一城兩戶 有時候為了怕 鵝啊 蚊子進來 那個都沒有窗戶的 都是外線 後那個只要香味一弄 真的很很瀰漫 對 那好啦 檢察官就問啊 但是這個應該真的 兩位媽媽打算怎麼辦 後來就當庭就和解 大家不要以為說 和解就一定是 我真的對妳造成什麼 損失要賠妳什麼錢 不一定 有時候妳可能負一個失禮 對啦 不好意思啦 後來不會這樣做 這也算合計 那這樣還算是 最後是和平解決了 對 那檢獄師 這邊是有一個刑事案件 對 就是先說 假設這是一個鬥毆案件 像大哥打我一拳 假設你打我一拳 我覺得你要殺我 你覺得你只好打我而已 那這時候就會有個差別 到底是殺人未遂 還是普通傷害罪 這差很多 差很多 這刑度差非常非常多 對啊 那就是一個青少年 在那個合體旁邊單挑 裙架啦 不好意思 裙架 那我們當事人是被告 對方的傷比較重 我們就被告了 那檢察官就一直主張 一直主張說 這是一個殺人未遂罪 那法官說你要舉證啊 那通常怎麼舉證呢 就是看打哪裡 跟怎麼打 他打頭 致命部位 那拿那個很用力 完全沒有在顧的 給他打下去 也有可能是殺人未遂 所以檢察官就說 他有一個證人 他在現場有募集到這個兜 他可以證明我們的當事人 有這個殺人意圖 然後我說好 那下次傳嘛 那我就回去跟當事人說 這個人是誰啊 那怎麼辦 就是你們這個證人你認識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去跟大家 就是交互解問這樣子 趕快想一下這個證人 有可能是誰 律師 你不要擔心 這個我們處理 就是訴訟外紛爭解決嘛 然後這個證人就不見了 證人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跟法官說 那既然證人不見 傳不到嘛 那是不是就不要傳了 然後檢察官說不行 這個要拘 要把它給拘提過來 因為他覺得他可能很重要 殺人未遂 對 後來這個證人呢 也是那種小混混 所以後來被另案拘提到了 另案 然後就送到這個庭上來 那我們跟當事人說 那怎麼辦 這個東西是不是 我們要開始討論一下說 要怎麼問他了 他說不用 律師 你不要擔心 好 那就那個證人 就要停上來 檢察官就問他問題 那個當天你是怎麼看到 這個情況的 他說 今天 逛生了 所以 對 他說 那我們先問證人姓名年級嘛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我是誰 你貴姓 對 我不知道 我為什麼在這裡 你現在幾歲 我現在幾歲啊 其實類似這樣嘛 直接失憶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開始問到關鍵問題的時候 這個證人就開始說 大叫 然後開始脫自己的衣服 然後就是整個人就瘋了 然後甚至還有就是 尿失禁的狀況 那這個檢察官就很無奈 為什麼呢 他就直接播放了這個證人 當天被逮捕 還有那個訓問的影片 很正常 非常非常正常 然後那個證人就發現 自己大概裝不下去了 然後只好就是換好衣服 坐在那邊等著問 可是當事人 還尿失禁耶 他算是很敬業的在演耶 立刻變正常 很敬業 對 立刻正常 可是後來呢 還是沒有判我們很重的罪 為什麼 因為當事人對於 這個證人啊 對於當天到底做了什麼 看了什麼 我都 不記得 當天很重到頭 真的忘記了 避重就輕不願意談 那其實也不能說他未證 因為沒有人證明他 是不是真的記得 對 然後我就真的記不清楚 法官也沒辦法 我不敢亂講 對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